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 自五日开始 访印之行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在访问第一天在新德里乘坐了地铁 不过从社交媒体网友的反应看 由印度网友批评他找乱交通搞噱头 还有人称新德里地铁已经够挤了 报道称贝尔伯克坐地铁的视频 被发布到了社交网络上 视频显示 他是在安保人员簇拥下搭乘的地铁 一旁的印度乘客也拿起手机拍摄照片或录制视频 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 印度外交部长周杰生五日 对来访的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表示欢迎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林丹·巴格奇同日发推文称 热烈欢迎德国外长 这是他抵达新德里对印度进行的首次政治访问 这是一个双方就区域和全球发展交换意见 并回顾印度和德国战略伙伴关系历程的好机会 不过对于贝尔伯克此次访问印度并乘坐地铁仪式 有些印度网友持不同意见 有网友对他表示欢迎 但也有印度网友认为 他此举是噱头 只会扰乱交通 并认为他应当尽快离开印度 这些噱头有什么必要呢 这只会扰乱使用地铁的普通大众 德国外长越早离开越好 他对印度非常不友善 还有印度网友说 对公众太不方便了 新德里地铁本身每天就很拥挤了 特别是在高峰期 值得注意的是 贝尔伯克此前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言论 曾引发印度不满 在他坐新德里地铁的评论中 也有网友吐槽他支持巴基斯坦 据外交官杂志今年10月报道 贝尔伯克当时在与巴基斯坦外长 比拉瓦尔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德国对克什米尔局势负有责任 德国强烈支持联合国 参与寻找该地区的和平解决方案 报道称 这番言论似乎是表明支持巴基斯坦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 事态发展让印度方面感到不安 英国《泰晤士报》称 今年10月29日 印度政府对贝尔伯克 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相关言论 表示强烈反对 因为印方认为这是印巴双边问题 强烈反对任何第三方干预其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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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